我仍然站在,我仍然在这里,我仍然在这里。 不料,在一次意外中,乔恩不慎走入到量子转换机本中,能把一个人分解的量子立场,让乔恩的肉体被彻底毁灭,思维进入到了一个非物质领域。 此时,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一句话,一切坏掉的事物都可以被重新组装,只要记住坏掉的顺序和细节。 万古洪荒始于足下,一万年只不过是眨眼之间,顿悟后的乔恩通过三次重组,重新回到了世人的眼前,然而这一次,他是上帝。 此时的乔恩变成了拥有无比强大能力的曼哈顿博士,他是拥有着量子之躯的量子观测者,这是一种人类无法结实的肉体,非能力,非物质的全新概念。 在宇宙中,他是宏观的,能生成任何东西,更能预知未来,但在人类的认识中,他是微观的,他能支配粒子,读取别人的记忆,甚至复制自己的本体,可以有无数个他,更也可以创造出无数个人类。 这样bug级的存在,很多人都会拿灭霸与他对比,其实根本没有太大的可比性,因为他脱离了物理法则,时间限制,空间约束,并且思想和精神深化到了宇宙。 宇宙层次,这和拥有宇宙之心的灭霸并无太大差别,而正是因为这些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开始漠视生命。 在他们眼中,生命只不过是一堆基本例子,他们手中的玩具,从人类变成一个神,从一开始的无知到全能,从生命的死亡到复活,让曼哈顿博士心中有了一颗探寻宇宙的好奇心。 脱离了人群的博士感到了亲近,体验到了宇宙孤独的美,并对人类有了厌恶。 在他眼中,人类自私、独裁、暴政、淫乱、贪婪。 曼哈顿博士最终决定,永久地离开他曾经的家园、地球,还有他所憎悟的人类。 然而,在宇宙中属于全能全知的博士却没有想到,如蚂蚁一般的人类,有他没有的感情和正义。 正如罗夏的阻拦,让他看见了人类正义的一面,也正是这两种力量才让人类团结在一起。 正义的罗夏不像曼哈顿对于生命时那么的漠然冷淡,而爱让生命有了意义。 这也是博士追寻一生的答案,因为爱,千百年来,人类才能繁衍到如今。 因为心中的正义,才能让人带着爱的眼光去看待事物,让人类的命运从一次又一次的岌岌可危之中化为为安。